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2024新代言预热 知情人爆料3月初揭晓 又是国民大品牌 近日 网上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所谓的知情人 都在爆料肖战2024年新代言商务 这一次都在说肖战要和元气森林达成合作 目前已经在预热阶段 3月初就会和观众朋友们揭晓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还没有官宣 这家品牌相信所有人都非常熟悉 属于国民大品牌 曾入选中国品牌500强 实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强大 据知情人爆料 肖战2024年新代言已经开始预热了 不少媒体都在报道肖战要和元气森林强强联合 成为该品牌的代言人 大概会在3月初揭晓官宣 拭目以待即可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太红了 这就意味着网上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爆料消息 还是那句话 跟着官方走 专注自家 相信好消息会接踵而至 静观其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准备就绪 只要官宣自然都会支持 相信肖战的选择 一直都是负责任的优质偶像 跟着肖战打卡国民大品牌准没有错 话又说过来 目前还没有官宣 因此还不着急支持 等一个确切官宣 总之祝福肖战 可以预料到 自带强大商业价值的肖战 代言商务会陆陆续续官宣 还记得之前肖战每个月都有新品牌问世 超高的商业价值让很多所谓的知情人都望尘莫及 这段时间肖战还在藏海传剧组拍戏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甚至都在剧组过年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早日顺利杀青 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肖战藏海传必成爆款经典 三大老戏股接连禁组 阵容强势 近日 网上陆陆续续有非常多媒体 都在报道肖战主演的新剧《藏海传》 这一次是爆料这部剧 又有三大老戏股重磅加盟 陆陆续续都开始进组 如此看来这部剧必成爆款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位老戏股分别是丁永代 王燕辉和张同 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如果可以加盟充实剧组 这样的阵容可太强势了 据悉 肖战新剧《藏海传》 看起来必成爆款经典 网上爆料张同 丁永代和王燕辉 三大老戏股接连禁组 再加上肖战 张静怡 钟翰良等 这样的豪华阵容 真心没谁了 太强势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本身就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演技精湛 同时非常具有号召力 肖战主演的作品本身就是爆款 更不用说强强联合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态度就是等待官宣 包括这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钟翰良 依然是爆料 剧组并没有官宣 作为专业的粉丝 大家一直以来的态度都是跟着官方走 非官宣不约 总之祝福肖战 肖战参加完时装周后就马不停蹄进组拍戏 看起来进度比较赶 再加上代拍一直都在剧组周围 这就意味着顺利杀青需要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说 都希望看到顺顺利利的肖战 期待早日杀青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相信实力派演员肖战的演技 不会让观众失望 肖战值得信赖 选角大战开启 肖战朱一龙PK 谁能演绎张居正的智慧与变才 近日 备受期待的历史证剧风和进气张居正引发了选角争议 该剧以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传奇一生畏背景 将展现他在动荡时代中的智慧和谋略 然而关于谁能单纲演绎这位历史剧播的角色 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32岁的肖战和36岁的朱一龙成为了选角的焦点 这两位年轻演员凭借出色的表演 实力和广泛的人气 备受娱乐圈瞩目 肖战以其精湛的演技在剧中塑造出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而朱一龙则凭借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以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除了肖战和朱一龙 还有其他实力派演员在选角中浮出水面 陈坤和胡歌作为已经展露头角的优秀演员 也被传闻与该剧有关联 然而,此次他们是否会放弃其他作品而加入剧组 还不得而知 在选择合适的演员时 剧组需要综合考虑演技、外貌和流量等因素 张居正是一个既机智聪明又充满智慧与谋略的人物 他的形象需要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来 因此,观众们对肖战和朱一龙是否能够真实地演绎出张居正这一角色表达了期待 选择合适的演员并非一世 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传记 既有杰出的政绩,也有无人理解的悲情 因此,选择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这些方面的综合要求 《丰和晋气》张居正作为一部历史证据 不仅需要展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一面 还需要细腻描绘出他的内在世界 这个选择过程不仅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 更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更加真实、立体的历史人物 然而,与玄角争议相伴而来的是对张居正这位历史人物形象的多重解读 有人称赞他公于谋国、捉于谋身 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也有人对他持有质疑的态度 认为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并不如他在政治方面出色 历史人物的塑造本应立足于真实和立体 不应一味追求完美 在选角中,需要考虑到张居正的复杂性 他既有着智慧和权谋,又有私欲和矛盾 演员们应通过精湛的演技展现张居正的真实一面 使观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位历史剧播 不仅需要演员具备出色的表演能力 剧组还要考虑商业因素 毕竟流量效应在剧集的成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风和近起张居正》这部剧是一部关于全谋 改革与悲情的历史作品 也需要一个有实力、有知名度和流量的主演来吸引观众的关注 选角的结果尚未揭晓 观众们对于谁能够成功演绎张居正充满了期待 同时,这也是一个让演员们展示自己演技和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重要机会 无论是肖战还是朱一龙,选角的结果都将决定 这部剧能否成功地展现出张居正的智慧、变才和复杂性 期待他们通过精彩的演技,为观众展现出一个立体、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感受他的智慧与变才背后的悲情和牺牲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